台中凌晨发生惊险的三车追撞意外 男子开车过弯的时候疑似车速太快 为了闪避前方车辆自撞护栏之后 再擦撞前方车辆 接着后方的轿车反应不及 有撞上去 三台轿车追撞 其中有两名驾驶一度受困 快速道路上前方黑色轿车速度飞快 过弯时突然失控撞击内侧护栏 跟着擦撞侵入在前方的银色轿车 银色轿车遭擦撞在车套上 乘了陀螺旋转三圈半 后方车辆闪避不及跟着撞了上去 银色轿车逆向倒着车往前滑行 这么一撞可不清 黑色轿车车头侧身凄乎全毁 玻璃碎裂安全气囊爆开 银色轿车连续遭撞 车尾也凹陷变形 最撞车货翻在一号凌晨十二点多 台七四线跨出道路台中弹子路段 二十九岁秋心男子驾驶黑色轿车过完时 为了闪避银色轿车 失控自撞护栏再擦撞银色轿车 跟着后方车辆再追撞 导致三车连撞 黑色轿车毁损严重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警方倒查三方没有走驾 从两名驾驶手脚擦伤送予后没有打碍 车火主因初步研判是黑车驾驶 车速过快不是酿成三车追撞 后续造则警方仍在厘清当中 介红杰明台中藏目到